嗨,大家好,我是好夜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你是否曾因为分辨不出喜欢的人对你有没有好感 而错失了最佳告白机会 我们在追求心仪对象的过程中 经常会把对方当成女神或是男神 而一昧的对他好 但是这些行为是我们认为的好 并不见得是对方需要的 从开始两人互有好感 到最后连朋友都当不成 这一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每一次的约会 每一次的表现都在加分扣分 只要了解这七个技巧 读懂他的心 你就可以终结孤单 第一,好感互惠 人如果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好感 也同样会对对方产生好感 原因是我们需要强顾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种自尊、自信正是源自于得到他人的好感和赞美 多赞美对方需要真诚具体的赞美 就像看到一位女生 如果你只是跟她说 你好漂亮 也许很多人也都跟她说了同样的话 并没办法讲到心坎底 而更好的说法是 你的衣服好漂亮 看起来感觉这衣服的质感很好 应该不便宜吧 从这句话就包含了称赞女生漂亮 有眼光、有品味和内外捐具等等 越具体的称赞 越会让对方觉得你是有用心在关心他 越能让他觉得你与众不同 第二,自我揭露 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刚开始认识时 双方都会闲聊寻找彼此间的共鸣区 相同或是感兴趣的话题 这时候要注意脸部表情的变化 哪怕只有0.2秒的苦笑 就知道他对这一个话题不感兴趣 就可以直接换成对方有兴趣的话题 要深入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就必须先对对方坦诚 对方也才会敞开心房 可以聊聊过去自己失败的经验 从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最后怎么站起来的 这样做不只能让对方更了解你 也会适时的引导对方说出心里的话 聊天过程中可以看看 对方是否在无意识中配合你的动作 配合的频率越高 表示对方的潜意识 对你的好感也是更高 除了在谈吐的过程中 可以了解彼此的距离感 也可以从水杯距离来判断 对方是否愿意跟你更亲近一步 在用战时你拿起水杯喝水 他也拿起水杯喝水 看看水杯放下来的位置 和原本距离自己的水杯位置 是否有变得更近 有的话就表示他对你的信任感有所提升 再来你也可以基于模糊邀约 知道对方下一次想不想跟你出来 可以说我知道有一间蛮有特色的店 有机会下次一起去吃吃看 如果对方说OK 要记得不要当下急着敲定时间 过了两三天后再主动邀约时间 这样才能保持自我价值 第四提高自身价值 在暧昧的过程中 有时候无法判断对方 对自己是否有没有好感 所以我们要主动出击 变成主导的一方 根据稀扫性原理 觉得越难入手的东西越有价值 所以当对方主动邀约见面时 千万不要跟对方说 我星期日到星期六每天都有空 而是说 这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晚上七点后才有空 其他天都已经安排工作 上课学习之类的 一方面会让对方知道 你是个上进的潜力骨 也会让对方感受到 你有特地为了他安排出时间约会 在见面聊天中 你也可以聊到 最近有其他异性在接近你 对你有好感 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其他选择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得到手的 第五 吊桥效应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能让人心动 吊桥效应是指当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 如果这个时候碰见一位异性 那么他就会误以为眼前出现的这一位异性 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 从而产生心动的感觉 人会因为恐惧而心跳加速 也会看到喜欢的人而小路乱撞 当跟异性处在一个危险情境 心跳加速时 会分辨不出是害怕还是心动 所以可以邀约对方去看恐怖片 惊悚片 鬼屋 云霄飞蛇 或是游乐园等等 生理反应会影响心理反应 当对方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 可以借由环境的改变 去影响对方对你的看法 让他不知不觉中对你感到心动 第六 用催眠话术提高自我意向 在聊天过程中 每一句话都把对方加进去 让对方产生对你的依赖感 初阶版的示范如下 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们一起去海边玩 我们一起学做蛋糕 我们一起干了什么事等等 而进阶版就是这样 当对方对你有好感时 会主动问你说 你在干嘛 而这时候不要只是回话说 当下在做什么事而已 而是要把对方放进来 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么说 刚刚忙完工作 等下要去我们上次吃过的甜点店 买个蛋糕 再去逛逛街买个衣服 也顺便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 这样说的话 就会让对方回忆起 上一次和你一起吃甜点的美好回忆 帮对方挑选衣服这一个动作 通常是只有家人或是情侣 才会做的事情 让对方一步一步的融入你的生活 慢慢的习惯和依赖感 就会就此产生 第七 晚间约会 当发现跟对方卡在不上不下的位置 想要更进一步的发展时 可以改成晚间约会 晚上通常是让人比较放松心情的时间 偶尔睡前讲电话 会比每天都见面的效益还来得更高 把握这些时段拉近距离 如果对方愿意跟你晚上约会 表示说他也对你很放心 尤其是在只有两个人的空间时 如果要把握这段时间告白的话 建议请对方喝杯咖啡 喝完40分钟后毫不忧郁的告白 研究统计 喝完咖啡后 咖啡因会在体内约40分钟后达到高峰 这时告白的成功率是最高的 对方也比较容易被说服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辅助因素 成不成功 还有很多其他的情绪考虑导音 好了 只有今天 好意和大家分享 几个瞄懂人心的约会小技巧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 好感互惠 真诚并具体的赞美对方 第二 自我揭露 先坦诚相对 才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第三 水杯距离 测试彼此间的信任程度 第四 稀少性原理 提高自身价值 第五 吊桥效应 越危险的地方 就越能让人心动 第六 催眠话术 多回忆彼此经历 提高自我意象 第七 夜间约会 比每天都见面的效益 来得更高 追求心仪对象的过程中 不能只有技巧和套路 真诚的心 才是不二法门 需要细心观察 了解对方的需求 事实的 给予对方需要的 许多人常常会因为暧昧 冲昏了头 莽撞的告白 而被打枪 感情是双方同意才成立的 所以急不得 以上七个技巧 除了可以打破暧昧时 不上不下的僵局 更能提升对方对你的好感度 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够帮助到你 用真心对待喜欢的人 终结单身狗的行列 谢谢大家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 怎样吧 哦对了 也别忘了参加好业的好友 保罗老师的 人脉借力学课程 透过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免费参加了 保证不会有后续销售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